遇到了有關地球暖化 還有環境永續 以及氣候變遷的議題 所以我們有氣候變遷展示 也有希望未來 阿波拉科風災紀念的紀念館 那作為這樣的一個環境教育的場域 其實我們一直希望 不斷地去更新我們的展示內容 以及我們的科教活動 那今天很榮幸地跟高雄市政府 一起來慶祝我們婦女節 那女性特別是性別權這個議題 也是我們非常重視的議題 所以我們這幾年來配合我們的科學節 也推出了相關的一些科展的活動 或者是一些教育電影 像是科學少女 還有有關月經的議題 他也有一個特展 這些都是我們在性別平權這一塊的努力 但是未來如何在節能減碳 在靜雲和海這樣的一個總目標之下 我們配合高雄市的這個靜雲的政策 能夠更落實地去結合這兩方面的力量 特別是有關於擬力這一塊 因為今天的主題就是靜雲擬力 那這一塊也是我們未來科工廣要積極努力的目標 在這裡祝福我們所有在場的姐姐妹妹們 我們今天是婦女節 大家這個節日快樂 但是未來我們女性一定也是我們推動靜零政策 行動的一個最好的這個推力 那在這裡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也預祝我們今天的活動能夠順利成功圓滿 謝謝